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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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山水长阔你引我向前 星河依然会月盘 归途之前明暗 没有你不知 几长安 空非拥抱的勇敢 生死念一场 纷争不过世间 对错怎别 明转转轻易所愿 如果爱不一定向心盼 你我凡尘焚然 愿微柔今晚里长相 在你风中今晚 两颗心若非手过纷繁 不便江山也有寒 如果爱不一定够复避岸 可第一岁月的漫漫 星辰大地随你奔走 不觉回眸弃弱 前世昏旧能置身牵连 时光与默然微弱 只能学后 我愿意 你 就是 我们 我愿意 我愿意 在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一句 太州两天进会 百姓民不聊生 三主们 您放手 以后啊 你要一直戴着这个 这样 即使我们分开了 我也能找到你 第二个 是啥子 这梦长得比较 呀 失望大人 你会说要是什么 什么大人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一梦长逍工 我准备了 这梦长逍工 也这么多 你肯定要做 你肯定要做 有一点 还要做 这收拾了 就有点 不可 来 熊吴传来了吗 马上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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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尝命 换牙吧 走走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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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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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别跑 别跑 徐大人 徐大人 金香玉失窃一案 施主旅秀才招了 徐大人 这是柳叶贼所为 今夜还是三刻 徐大人 柳叶贼约他银定桥都还运 兄弟们都已经布置好了 徐大人 徐大人 布控银定桥 抓捕柳叶贼 是 在4周 三滨 有3厘 50分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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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忙完这个任务 你好好管我这劫实 能不能 林兄财 岳我给你带来了 你谁 别动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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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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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追 加油 别跑 刘亚辰 糟了 她是故意误到这儿的 不必看了 束手就擒吧 此处楼高百尺 楼下又由我紫辰司的人镇守 你插翅难飞 交出金香玉 凭什么 李渊外趁人之危抢的玉 我替吕秀才打包不平 谁对谁错自有律法说了算 束手就擒吧 能抓到我算你本事 Gambia 还我金香玉 好 老徒子 我的承命错 怎么会在她那里 难道她 是当年丢我的小姑娘 小姑娘赶紧走开 谢老 好 走吧 许大人 我们百宝阁分天地玄黄四个 其中天字阁防备最名次的一人 共有一百零八处机关 三十六条密道 而且只有一条密道是通往天字阁的 若非熟知路线 任何人也无法找到这里的 许大人 请 掌柜的 除了金香玉 你这里还丢了什么吗 当时丢了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之前在哪 这盒子原先装的什么 是一个饼 大人 这是头发还是胡须啊 把这个收好 去城南区区店 问问老板认不认识 是 来存盒子的是 一个西域模样的女子 她花了五十两存了这个盒子 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对了 你说的那个西域女子 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 姑娘 您确定要存这个吗 怎么了 你们这有规定不能吗 没有没有没有 只要不是活物都可以存 这是本号的凭证 您收好 等一下 您这是 一岁 小心点 放心吧 我会亲自送过去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人 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大人您别看我呀 我又没什么新发现 我发现了 我饿了 请你吃炸酱面 老板先走了 大人慢走 这位客官 本店今日药材受空 咱请您改日子 消失 老姑娘 采药回来了 掌柜的倒是清闲呀 要不我跟东家说一说 以后采药你跟我们一起去 老姑娘说笑了 我这身子哪能单子中人 这次采的是什么药啊 欲活一斤 水银二两 近日山雨欲来 路上可还好走 路上泥腻 碰上几条恶狗 该采的药没采到 险些采了些血鱼回来 这两个 医院一切 好嘞 那既然这样 刘姑娘 咱们去后院交接一下货物 这个血位不是枝头疼的 是保他的 知道了 小师妹 你受伤了 没什么事 你放心吧 这次遇到的是哪家的官产 就紫辰寺那帮人啊 抓人跟不要命一样 我吸了一块鸡枪玉 那 这一次是不是又没有什么银子入账 水推磨是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的 能不能别一天到晚欠钱钱的 话是不假 但夜门老小的衣食住行 不都需要银子吗 有钱才能使水推磨嘛 小师妹 等一下 师傅在里面新增了几个器官 等会儿进去 你跟我后面 嗯 这是我配的型血杂 应该对您好 我刚才照您吩咐 去了趟城南的蛐蛐铺子 您猜我发现了什么 那须子来自于这蛐蛐儿 叫金灵子 在咱们北方十分罕见 周身呈金黄色 都建于南方的山野香林 叫声玉耳鸡难目黄 达官显贵们倒是非常喜欢这个人 大人 您真是料事如神 那老板说了 前几日确实有一女子 来买过两只 不过两只都是公的 看来这白宝阁的内营找到了 那日 前来白宝阁寄存盒子的 就是刘夜贼 他伪装成客人 花重金将盒子存进天子格 等一下 他趁掌柜不备之时 将金灵子放出其中 刘夜贼夜叹摆宝阁 之后 刘夜贼夜叹摆宝阁 虽然这里机关通道众多 但他却随身又带了一只金灵子 利用它欲囤类而名的特性 听声辩媒 找到了前往天子格的正确通路 来 原来如此 去 让兄弟们 把店里的金灵子都买回来 大人 这可贵了 这得花多少钱啊 别废话 要您卖就卖 让兄弟们都带在身上 听到金灵子的叫声 就拿人 是 大人 就让你闲就老了 招看 我要给你 部队 不想多了 还点一只 ق 呢 我 我赴约 幸亏我反应快 否则 与你交手的 正是紫辰司 新上任的巡查使 徐牧尘 此人阴险狡诈 不仅如此 他的父亲 正是十五年前 泰州水患的大贪官 徐昌司 当年他父亲利益熏心 私探了朝廷 赈灾官银数千万两 倒置太重水疤掘地 令无数百姓无家可贵 就是那一年 我在水里把你捡了出来 这徐昌司 竟然是水患的罪魁祸首 要不是您救我 我都趁点喂鱼了 容儿 来 到师父身边来 徐昌司死了以后 那笔官银就没了下落 据传闻 在他死之前 留给了自己的独子 也就是徐昌尘一枚玉佩 您是说 那官银的线索 可能藏在玉佩里 我们水退没一直以来 得到苏国公的资助 才得以从水患中厌存至今 所以对本门来说 国公之恩犹如再生父母 昨日为时收到国公密信 皇上已经下旨赐婚 让国公独女嫁到徐府 做徐昌尘的妻子 这怎么行啊 不能让他嫁给徐昌尘 那个混蛋 这正是为时要给你安排的任务 替嫁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子臣司许牧尘履历其功 特着生无品以资奖赏 许牧尘年轻有违 正属逝婚娶之时 令闻苏国公苏厚德之女苏锦珍 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 朕与皇后闻之甚悦 未成佳人之美特赐预婚 则良辰完婚 不告内外贤史闻之 钦此 死 这国公府真是门厅弱势啊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走后面吧 徐大人来了 徐大人 翻请通报国公大人 子臣司徐牧尘 有钥匙商议 徐大人稍等 朕儿 荣儿 怎么是你啊 你进来也不敲个门 吓我一跳 我进你屋 什么时候敲个门 你这是干嘛呀 我收拾行李呢 你怎么自己收拾啊 你要干嘛去 父亲要将我秘密送出京城 没有让下人知道 荣儿 我们今日一别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呢 怎么会呢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再说了 你要是想我了 就给我写信 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肯定去看你 好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你无聊的时候 可以接接门 这就是你说过的那个 特别厉害的蛆蛆 这是金灵子 是我的小福星 你房间里有没有点心什么的 咱们可以喂喂他 你忙着快走 那就不再给我 请你转开 customer 谢谢你 你看我 你下面能够带進去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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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 你帮你帮你帮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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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 贤侄此次登门所为何事啊 退婚 退婚 许家小门小户 高攀不起国公府门楣 况且父亲贪赃王法 恶名在外 还是国公亲自赌办的 这要是迎娶了苏小姐 怕是伤了国公府的声誉 我明白了 你还是在怪我 当年办了你父亲的案子 贤侄案 你父亲 虽然是我最得意的门生 但他罔顾黄恩 私囤赈灾银两 我不得不上报朝廷 虽然我是秉公办案 但你心有怨对 也是情历当中的 下官不敢 无论如何 娶了苏小姐忠实不妥 还请国公三思 坐 坐下说话 他怎么不吃呀 可能是你家糕点太甜了吧 你看 他这根靴子好像是断的 可能是我一不小心没照顾好他 贤侄啊 无论我是作为你的长辈 还是真儿的父亲 我都觉得你对真儿 不是良缘 但是现在圣上 已经下旨赐婚 我虽有国公的虚险 但也不能落个 抗旨不尊的罪名吧 可是 所以 这退婚二字 今后 不要再跟我提起了 许牧尘 容儿 你不是说他叫得很好听吗 他怎么不叫呀 我那是在家呢 忘带了 不过你不是给我写信吗 什么时候你这支钥匙叫了 那就是我去看你了 好 不过我来之前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啊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 嗯 他怎么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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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在下紫辰司宣察室许牧尘 许大人 这是要硬闯我苏锦珍的闺房是吗 在下有十足的证据 证明柳爷贼就在这附近 请苏小姐让开 你要进我闺房 还想让我让开 除非你从我身上踏过去 许牧尘 要去那儿 你只能去那儿 我能去那儿 我能去那儿 涉及你 你后来先去那儿 老板 你怎么去那儿 有门 我门刀不是能有微薄的 你怎么会还欣赏 你必须去那儿 我还是去那儿 你一定要去那儿 我是准备的 我喜欢她的 跟你有关系吗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吧 你也看到了 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 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遗物 你不能看 你非要看是吧 那我打开 打开给你看 你自己看 都是女孩的贴身遗物 你确定你要看吗 你还真敢看啊 不照你看 我都给你看 你是觉得柳叶贼就在我屋里 还是觉得我就是柳叶贼啊 你硬闯我闺房 到底有何所图 是在下思虑不周 请苏小姐尽量 你站住 我宋小姐 你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 徐沐晨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徐沐晨 你闹过了没有 国公 是在下唐突 一句唐突就像了事啊 门也闯了 方也搜了 我现在倒要请问 你可有搜查的律令啊 我 没有 一个朝廷命官 未经允许滥用职权 刺创我国公宅邸 一律 该判何罪 郡母臣 还不用你退婚了 今天 这门婚事我就不认了 来呀 给我拿下 送往刑部 是 徐沐晨 国公大人 您院门没关 我自己见来了 您怎么来了 国公大人啊 这几日不见 您这气色是越来越好了呀 郭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还拿着干什么呀 把家伙都给我放下 快快快快 把家伙都给我放下 都给我滚出去 听郭大人的 你们还在这儿举着干什么呀 快快快 把家伙都放下 哎呀 刀枪无眼 都放下 都放下 徐沐晨呢 徐沐晨 你说咱们圣上 才刚刚给你赐的 会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见新娘子 你们许大人 来我这儿不是见小女的 使得我国公府 抓贼的 哎呀国公大人 您这话说的 这国公府呢 自然是守卫森严 怎么可能有贼呢 一定是这个徐沐晨呢 想见未婚区 于是就找了一个 抓贼的借口 顾大人 你给我闭嘴 国公大人哪 您就饶了徐沐晨这一回吧 您看哪 这徐沐晨啊 马上就是您的成龙快婿了 她婚前呢 想见上苏小姐一面 哎 这话要是传出去 那不枉为是一段佳话呀 哎呀这样 我一会儿呢 就去见徐夫人 向她说明 三日之内必将迎娶 苏小姐过门 哎呀 哎你说我刚才 哎呀 那种场面啊 我那话说的 那叫一个票 那叫一个得体 啊 她苏哥哥 她她她又能怎么样 啊 照样被我摆拼我 哎还有啊 金灵子本来就是有钱人家摆 国公府又崇明叫声很正常 你们哪有点冲动了啊 哎 你说是不是徐沐晨 啊 是不是吧 今天的事多谢二位 我回紫辰寺静一静 也没有早点休息 驾 哎 大人说她要静一静 静啥静啊 她那是兴奋 她是按耐不住 哎呀我来吧我来吧 你 好了 来 还有这个 把这个过来 把那个钟撤走 是 夫人 谁家送礼送钟的 来来来 把这个拿过去 好 放这就行 小东姐你看这个可以吗 来来来帮我 好 都小心着点啊 我刚才挑的那个瓶子 在那儿干啥 哎呀 儿子回来了 母亲 母亲 行啊儿子 深藏不露啊 母亲这是说什么 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 你就别谦虚了 这还不到半日 你的风流运势啊 早就传遍京城了 母亲 这说的哪里话 我说的哪里话 我说的 连街上的风言风语的半程 都没有 你可是给咱们徐府 长了大脸了 娘 您就别生气了 我生气了吗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实我这次去苏府 是打算退婚的 结果呢 结果出了柳月贼 这么大的事 干得漂亮 哎呀 哎呀 我儿子啊 凭自己一己之力 就把这门婚事 造得踏踏实实的 让这个苏国公啊 想退婚 都没有那个机会了 哎呀 现在也不是损我的时候 这当务之急 不是想办法怎么退婚吗 还退什么呀 这圣旨都下到府里了 不过想想 娘也是 该抱孙子的年纪了 可这苏小姐嫁到咱们家 徐府在外人面前 不怕丢人吗 不过是嫁进来一个媳妇而已 咱们徐府 她不下来 我刚才找的那个花瓶呢 找到了没有啊 在这儿呢 夫人 蓉儿 记得给我写信啊 蓉儿 照顾好自己啊 父亲 你也要保重啊 国公 这天也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蓉儿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国公 您也别太伤心了 我这儿虽然穿着蓉儿的衣服 但我是蓉儿啊 蓉儿等风都过去了 应该就能回来 了吧 今天也是情况紧急 我才冒充她的 您别生气啊 是这样 那徐沐晨 已经看到了你的容貌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苏锦珍了 时和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这次安排的任务 难道遇落差 没跟你说明白吗 蓁儿跟许沐晨 那可是皇上赐婚 如果你现在这么一走 我们整个苏家犯得可是欺君之罪啊 你跟蓁儿从小要好 难道真的任心看着她 连着我们苏家被满门抄斩吗 孩子 你只要踏踏实实在许家 待上一段时间 等这件事情一过 我会亲自出面 帮你和许家合理 嗯 如果你这次帮了我们苏家 这件事情一过 你 就是我们苏家的二小姐 我苏厚德的二女儿 嗯 郭哥 张公子 来啦 来了啊 咱还离开去去去去去 好好好 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 我是要给您开面 就是绞脸 绞脸 这绞脸呀 是洁净您脸上的汗毛 让您的肌肤光亮如玉 我觉得我这皮肤挺光滑的 就不用绞脸了 那怎么行呢 这可是我们警察的习俗 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 都要绞脸的 都要绞脸 应该不会很疼吧 疼嘛 是有点疼 但是你想啊 晚上新浪瓜掀你盖头的时候 得有多爱你啊 我不要 小姐 小姐 不能走 小小姐 小姐不能走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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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办新娘 一个假给那个狗冠就算了 还被嚼了脸 疼死笨姑娘了 等我找到了玉白 我就打断她的腿 抱负她一下 小姐 我现在要给您梳头 哎 哎 还别说 我这一打扮还挺好看的呢 我本来底子就好 师父师兄总夸我 你说 我这冒昧如花的 那个狗冠对我齐了台心可怎么办 哎 神贼 到时候可别怪我下手狠 小姐 我现在啊 要给您盘发 力气有点大 您忍着点啊 哎 你哭什么 大人大喜之日 属下激动 你激动你去 哎不不不不不 哎大人 我没那福分 升级完准备好了吗 大喜之日 要这个干嘛 我自有用处 别操心了 好 好 好 对了 我交给你个任务 一会儿我拜堂的时候 如果听到我咳嗽 就端一碗红糖水上来 好 这家伙故意的吧 好 走 好了 吉时宜到 一拜天地 好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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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西郎大婚怎么还能咳嗽呢 前两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生病了 二拜高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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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这闻起来明明是红糖水 这些王们身体能弄不好 好 好了 好了 夫妻对败 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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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喜啊 宋喜啊 写啊 恭喜啊 她带个头盖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